这么晚了是谁呀 我是不会随便开门的 熊妹 你今天不小心把贝儿姐姐的鼻子摔碎了 再不过开门 我现在就去告诉她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是未来的你 我劝你 还是尽快去向贝儿姐姐坦白道歉 但她自己发现了 我会很严重的 你不好好带她未来来找我干什么 我是来拯救你的 明天的考试你会考了一份 然后你会被大家讨厌 最后只能离开通黄文国 行了 明天 通黄文国就会陷入一场大危机 真好吃 你说来拯救我 就是替我吃链饰 替我看电视 去让我学习 你不学习 明天考试肯定要考零分 我又不能替你考试 我们长得一模一样 你怎么不能替我考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这是规定 那你怎么能告诉 明天考试的题目吧 我不能告诉你 这是规定 那你来干什么 我是来帮你做决定的 幸好说话一直学习 这几道题我都会 这下肯定不会考零分了 考试结束 教训 哦 终于考完了 大宝 昨天是不是你把我的杯子摔碎的 猜不住我 肯定是你自己不小心 啊 你怎么来了 白鸡 只要你能看见我 我们说话也不会有人听见 现在 你快去向白鸡姐道歉 承认是你把杯子摔碎的 我不敢去 白鸡姐看起来那么生气 你必须去 搞得他黄黄国就会被毁灭 你要这么严重吗 你快去吧 白鸡姐 对不起 是我不小心把你的杯子摔碎的 你的杯子太烫了 我没拿住就掉在地上了 原来是这样 你怎么不早说 我就说不是我 你还不相信 对不起 我听说你这个杯子很贵 可是我没有钱能赔给你 就不敢说 哎呀 没关系 我原谅你 我下一次不在杯子里放那么热的水了 你的手没事吧 白鸡姐 你太好了 我的手没事 为什么我不想白鸡姐坦白 后悔我就会被毁灭 童话王国被毁灭的原因有很多 你没有向白鸡坦白 是原因之一 到底是怎么回事 白鸡姐误会大宝哥哥摔碎他的杯子 还不常愿很生气 他知道西娜接魔法药水 下注弄大宝哥哥 可是西娜把药水弄错了 导致很严重的后果 什么后果 你一定会做噩梦的 好吧 后来 白鸡姐发现 摔碎杯子的其实是你 他就跟你绝交了 童话王国的其他人 也都讨厌你了 你只能离开童话王国 我已经向白鸡姐道歧 就不用再担心了吧 不行 童话王国是在你离开之后被毁灭的 我们必须找出原因 拯救童话王国 那我们该怎么做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做错事要及时道歧 记住了吗 大家下期再见 小妹 你要下课还是上课 我是好学生 我要上课 小妹的身份是学霸 大宝 你要上课还是下课 我要上课 大宝的身份是学渣 费尔 你要上课还是下课 我喜欢学习 我要上课 费尔的身份是三好学生 贝尔摩王 你要下课还是上课 这也不废话嘛 我当然是担做下课 贝尔摩王的身份是学渣老大 看我如何带领大家离开学校吧 牛角怪 你想上课还是下课 我不选上课 也不选下课 那你就当校门吧 牛角怪的身份是校门 贝尔摩 白雪 你呢 我想当校长 让大家一个都不能离开学校 那白雪 你的身份就是校长了 逃离学校游戏现在开始 场上只有两个学长 所以学长们先选择 一一一还是二二 我们选一一 学长们获得飞机 可以飞离学校 这么快就能倒离学校了 你们选择门 看我的一百分时就 来 我们的飞机 熊妹用一百分试卷 打爆了飞机 成功阻止了学长们的逃离 接下来是校长白雪的选择 选一一一还是二二 我选二二 校长白雪 获得手机 淘汰 为什么 因为现在是上课时间 身为校长 不能玩手机 好吧 大宝 选一一一还是二 我选一一一 大宝获得零分武器 可以发起进攻 熊妹受到攻击 变成零分学长 天呐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三号学生 来阻止大家逃离学校 一个人 对付三个人 怎么可能 贝儿 快选择吧 你选一一还是二二 我选一一吧 贝儿 获得手机一个 你要给谁打电话 嘿嘿 我要给大宝的妈妈 和黑暗魔王的妈妈打电话 你们两个是不是吃饱硬了 绝要逃离学校 没有没有 我们现在就回去很好上课 我也回去上课 这也可以啊 贝儿用电话喊来了学渣们的妈妈 学渣们吓得不敢逃离学校 我宣布 这次逃离学校的游戏 好学生获胜 老师 你把我忘了吗 我现在也是零分学长 抱歉兄妹 老师把你忘了 那现在 一个学渣 一个三号学生 游戏继续 我先安安安 兄妹获得一大堆试卷 你要怎么使用呢 嘿嘿 我要把试子送给贝儿 让她现在就写 一个小试试我 什么 这么多 一小时写完 我晕了 三号学生贝儿 因为圈子太多晕倒 现在 只剩下学渣熊妹 嘿嘿 你要掌握 来喽 学妹 你真的要调离学线吗 不啊 我可是一个好学生 我要把校门关上 让大家好好上课 成为好学生 嘿嘿 你们是不是一个好学生呢 快告诉我吧 喜欢今天的视频 就请赞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重座 没有终点站的 无线循环地铁 是谁在说话 这不是会同欢王国的地铁吗 怎么变成无线循环地铁了 第一局地铁躲猫猫 被乘务员发现就算出局 游戏开始 乘务员还有十秒到达车厢 我变成一个手机 一匹狗狗牌 不错 我变 我变成 我变成 有了 我变成一个扶手 一 等秋莱 别躲了 我看见你们了 呃 雷尔球版 我们要不要出去啊 先让别出去 他一定是在学生生士 别说坏了 我听见了 是不是变成座椅了 居然不是 是不是变成天花板了 也不是 找不到找不到 我们要赢了 在这儿 被发现了 让你得意 我只是故意松懈你们的警惕 可恶 游戏时间还剩五秒 五 四 三 二 一 算了 找出来一个也够了 跟我走吧 小妹 这个怎么办呀 第一局 游戏结束 大宝淘汰 第二局 游戏 现在开始 怎么还没说玩什么 游戏就开始了 白儿小心 地铁停了 小妹贝尔 已经到站了 快跟老师下车吧 老师 你怎么在这儿 我们刚刚不是在玩游戏 哪有什么游戏 快跟老师走吧 我带你们去上体育课 有问题 不能跟他走 老师 你快带我们回家吧 贝尔 快站住 不能跟他下车 你们快跟我下车 贝尔 那肯定是假的 我们不能跟他走 不会吧 贝尔 你忘了 咱们的体育课 咋就被眼镜老师赞走 都半年没上过了 我想起来了 算你们聪明 第二局 游戏结束 零人淘汰 零人淘汰 所以第二局的游戏要求就是 不能跟假眼镜老师下车 熊妹 多亏了你 我们才能通关 第三局 游戏开始 找出真正的大宝 咱们都带来了 是淘汰 山体长得一样 还看不见脸 这该怎么找 我有办法 看我的 咱们 等我 好 easy 啊 怎么有两只都会说 二选一 这个怎么办 有了 香菜味旺旺唐 大宝 你不是最喜欢了 给你 找到了 他就是真正的大宝 第三局 游戏结束 零人淘汰 游戏通关 解除循环 耶 去 贝拉 你是怎么选对的 大宝最讨厌吃香菜了 我刚刚故意说 是大宝最喜欢的 那只假老鼠还真信了 贝拉 你真聪明 可是 大宝怎么还没变回来呀 他只能选这样了 熊麦 熊麦 你快醒醒 大宝老鼠 熊麦 你在说什么 我们要下地铁了 大宝 对啊 你们都在啊 原来 刚刚是我在做梦啊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我的梦有意思吗 喜欢的话 就点赞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BCMEN RBCDFG 你们说什么呢 RZGDJ 你们干什么 CGD CGD NMJK LLK ACC ACC 干什么 你们就不能说话吗 哎呀老师 我们不能说话 字母王国现在只要说字母 大宝 不能再说了 快停止 ABC OOBC 怎么又开始说字母了 KKGDLLK 老师 你跟我走一趟吧 为什么 我要去哪 不能说字母的人 是不能留在字母王国的 我说字母 我说字母 好险 我怎么又说话了 你一定不要再说话了 DDEOP DDSSK 大家怎么都看着我 他们说的 啥意思啊 算了 随便说吧 VVUU DFG 怎么都走了 5A走 上课 走了 不能说话 老师怎么老师说话呀 我怕小精灵再听到 老师求求你了 别再说话了 ABC ABC 大宝怎么又说ABC啊 ABC到底什么意思啊 哎呀 我忘了 老师没学过用字母说话 听不懂 既然说字母 我怎么讲课 怎么办怎么办啊 听说字母 老师是不是不会讲课了 我要帮帮老师 WSSS JU HH 我学们应该都能听懂吧 SKJ DIHF 怎么回事 WSSSJUHH的意思 难道是字习吗 KKL 白雪 今天老师布置的什么作业 KSGHD GFING 白雪 你给我好好说话 妈妈快别说话了 DHDB 白雪 你这孩子又搞什么呢 还不让我说话了 完了 说了这么多 小精灵一定听到了 温厚 给我走一趟吧 为什么 我不去 如果你还想继续留在字母王国 你就不能说话 只能说字母 为什么 我就要说话 那就别怪我了 走吧 我不说了该不行吧 我以后一定只说字母 我不想只说字母 我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我可太别去了 我要说话 我要说话 我也受不了了 天使字母我听不懂啊 我要说话 我要说话 王后引进老师 不说字母 跟我走吧 太好了 小精灵 你可以带我走吧 我不想再在这里了 什么 还有我 我也是 你也把我带走吧 还有我呢 怎么 你们都想离开这里 看来 字母王国 该变回童话王国了 魔法 变 好了 你们不用离开了 太好了 定层关注我们 我们下次再见 什么 一千个白雪 一千个白雪 我的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 同学们 这是我们班 新来的同学 白雪 大家好 我叫白雪 我喜欢看书和画画 什么 白雪今天不是请假了吗 怎么会是新来的 对啊 这是怎么回事 好奇怪啊 大家安静 现在开始上课 同学们 这是我们班 新来的同学 白雪 大家好 什么 怎么又来一个白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家安静 现在开始上课 同学们 这是我们班 新来的同学 白雪 大家好 什么 这都已经有三个白雪了 真让人疼疼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白雪 不行 我要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这么多的白雪 到底哪个才是白雪 对啊 这下可怎么办啊 兄弟大宝 我们快去白雪家里看看 我和阿姨 我们教室里 蒸下了一千个白雪 什么 一千个白雪 不可能 我家雪儿感冒了 一直在家里 妈妈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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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有这么多的白雪 我们也不知道 这也大习惯了吧 黄和阿姨 你不要着急 我们一定会查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的 我们现在怎么调查 我一点头绪都没有 我也是 白儿姐姐 我们怎么做啊 这 我也得想一想 太好玩了 这里真好玩 完了 怎么哪里都有这么多的白雪 这样下去的话 红黄王国马上就变成白雪王国了 这也太可怕了 谁能帮帮我们啊 白雪没大宝 快给我来 变 小魔女 咱们童话王国里 会有这么多的白雪啊 这 这 就说来话长了 我的魔法药水最厉害 才不是 明明是我的魔法药水厉害 不是 是我的厉害 对对对 你说的对 我才不要跟你争吵这个呢 不是 你看 魔法药水 变 就是这样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白雪 都怪我不好 原来是这样啊 小魔女 那现在怎么办 你可以把白雪变回去吗 当然可以 变 饿得老了 点赞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